直接把它放在锅桥里面就可以了 很简单 都是直接适配的 我们收到卷纸机 有这几个零件 先来教大家组装 主体结构 就是这样组装好了 下面介绍安装滤布 底部直接拉出就可以 会有两个滚轮 滤布从这里 塞进去 再对个折 再把滤布装回去 把这个头 滤布折过来以后 准备一块胶带 把它粘在电机滚轴上 这边呢 把这个 两个滚轮 塞进去 再把盖子盖上 多余的滤布 拳起来 支架 卡住 这样就 装好了 来通电试一下 这是Type-C口的 找一个电源接上 滤布需要卷一下 可以安动手动开关 它就卷起来了 里边的碳头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调节它的高低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就行 滤布呢 是使用的4.3厘米宽的 建议使用是中速的 高速的太薄了 一般如果你的小钢 水泵流量不够的话 就不要选那个快速的 选中速的就可以 这是我做的外置过滤和内置过滤 它都可以直接适配这个卷纸机的 直接把它放在水桥里面就可以了 很简单 都是直接适配的 针对于其他鱼缸使用 可以使用这个 挂钩 挂钩的宽度 可以根据您自己鱼缸的 这个口的宽度定制 直接把它挂在上面就行 安装只要把它拆下这两个螺丝 把这个辅助配件装上就可以 这样它就可以挂了 有三个垫片 每个垫片是一毫米厚 它不装垫片的话可以卡三毫米厚度 装上这个最大可以卡六毫米 一般鱼缸的反水板最多也就是六毫米 这样就可以都兼容了 那么在本次发布视频的频道里面 我们在点赞最多的一个频道里 抽选一名幸运观众送一套这个卷纸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一下 避免错过以后的更新 让我们下期见